好 另外來看到是在台中的知名蛋黃酥 昨天首度北上 在台北的版貨是展開了快閃活動 但是首日就因為動線規劃不佳 引發了消費者和店員之間的衝突糾紛 甚至還傳出是有黃牛來插隊 為此業者今天重新規劃了動線 也統一了排隊入口 增加了三倍的貨量 要提供超過一萬顆的蛋黃酥 分三批來發放號碼牌 而首批是在開辦一小時之內就完售了 明明是週一上半日 百貨的門一早還沒開 這人籠就一窩蜂 排在捷運連通口 有的席地而坐 有的帶著扇子 為了台中北上的知名蛋黃酥 搶投降的7點20分就來排 聽說很可怕 沒有來 之前老婆都是網路上訂 那這一次想說有機會就在現場排 一定會買36個 台北沒有啊 之前都是台中跟那個長花那邊 都是大排長文 要不然就要帶狗 首度來到台北快閃開賣15天 北部民眾先搶先贏 第二天早上8點45分 發放號碼牌 9點1是入場 9點半已經湧入300人 但排隊動線相較第一天 明顯加強不少 畢竟首日開賣 就發生消費者插隊爆衝 櫃台前比手畫腳 兩名男子爆發口角衝突 首日動線規劃 引爆爭議 甚至傳出有黃牛插隊 就派類似情景再次上演 排隊統一在捷運點通口 業者也趕緊追加備貨量 昨天的販售規則是 櫃上發送號碼牌 那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會 有禁電的一個狀況會誤會 臨時今天早上從台中再調貨過來 所以今天的量會是比 昨天會是昨天的三倍的量 一箱箱的貨從台中直送百貨門市 即便一人限購36顆 開賣第一天限量近4000顆 還是被秒殺 業者第二天提供三倍貨量 一萬多顆分成三批 首批在一個小時內就全數完手 雖然乖一點但我覺得無妨啊 就是你不用到中南部去排隊 我來的時候沒有買到 只有拍人家那個吵架而已 每次排隊都會有人吵架這樣 搭上中秋檔期 網路上也針對月餅名店 公布熱門排行 但黃蘇姬的愛馬仕 陳耀遜奪下冠軍 香港美新跟博爾房 也進入前三名 市場競爭之下 哪一家最受歡迎 從排隊人潮就能看出熱度 記者葉志雄李蘇宇台北裁縫報導